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貓奇主題頻道 又是我呀 今天爸爸生日啦 帶他來叫雞 我們來到長沙灣 吃海南雞飯 這間也挺有名的 給大家看一下店舖 叫蘇山雞飯 他們主打都是海南雞飯 和一些東南亞的食品 我們進去光顧吧 這裡用QR Cook點餐 現在3時48分 可以 餡茶 海南雞飯 配油飯 還有雞雜冬瓜湯 這個一定要 生日啦 你叫雞 下氣喊 女兒帶老爸來叫的 凍爽爆檸檬茶 看看有多爽爆 有多爽啊 其實這個點導呢 剔手邊一個餐家的餐 是不是叫餐餐 我聞一下 我聞一下 其實這個怎麼讀 剔手邊一個參加的餐 有些人讀他 有些人叫他 青青 青青 青青和青青都可以 檸檬二米水 好 二米水好 二米水好 二米去水種 拼本 我叫豬手 白咖哩老鼠粉 什麼叫老鼠粉 做個老鼠 加點粉 不是那些啦 不要那麼難啊 就是搞難些人 好吸引啊 試一口飯 喂喂喂 吸引 餐前麻煩 餐前 又來直入式廣告 吸油丸 又介紹一下 反正你都買廣告了 不單再介紹一下 記住 出外吃東西 一定要吸油丸 因為除了吸走一些 不健康的油脂外 還可以 墊粉質 墊粉質呢 墊粉質呢 你一吃就是 其實是直接吸收的 即是吸收到腸胃道 這樣就形成 很容易形成脂肪 那現在呢 吸油丸就是幫你 左隔吸收 不會直接下腸 對啦 所以就吃得很安心 可以狂吃東西都可以 謝謝 哇 這個鮮油鴦鴦多士 很大塊牛油 幸好吃了阿女的吸油丸 不是就大鑊 對啦 工作人員叫我們 是趁熱吃的 對呀 很厚的 對呀 它間場偏甜 但出奇地跟牛油很合 嗯 很美味 我平時不會吃這麼厚的牛油 我很怕的 但吃下去又挺混合 很美味 我以為吃下去會很柔 但又沒有柔 不會的 很美味的 很夾的 你剛才來到阿滑 想怎樣 很害怕 然後一吃一口 嘩好吃 對呀 完全跟我想像是不一樣的 吃下去很油膩 很膩 不會失去平衡的感覺 不會說哪一樣東西 多了 重了 剛剛好夾到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不過海南雞飯 雖然是下午茶 但也不小 它這個油飯跟我們平時見到的不同 就不是黃色 而且這裡跟了雞雜湯 另外它跟了三樣調味料給我們 黑豉油 這個應該是辣醬 還有薑蓉 最出名的叫它招牌口腩雞 都說了 爸爸生日吃雞 不是叫雞 好 我試試點它的辣醬 雞味很濃 皮很爽 而且它夠冷 很多口腩雞 我喜歡冷的吃 如果要嫩嫩的 我反而不喜歡 它的辣醬是挺辣的 吃下去是很刺激你的吃肉 我試試它的海南雞飯跟著油飯 因為看到它的顏色 和我平時吃起來很不同 平時海南雞飯很黃 很黃 很像啡 對 好 試試它的效果 有一點點像吃糯米飯的感覺 這麼有趣 真的很嫩嫩的 很嫩嫩的 對 它是分明很爽 不會說過軟 我喜歡這種咬口 但不像我 其實吃的有黃薑粉味 它沒有 先試一下這個 有些雞湯味 對 我咬感很棒 很像 很煙 很美味 爽得很韌 對 不錯 不黏牙 不黏牙這裡好 我先試一下雞雜湯 這裡有些雞雜 這是什麼 冬瓜 冬瓜雞雜湯 試一下湯 它跟著海南雞飯 因為海南雞是氣骨 骨 骨就不會浪費 把雞湯放進去 煮湯 給湯 好有雞味 加上雞炸 哇 挺不錯的 不會膩的 因為外面有些海南雞飯 配湯 湯是很膩的 沒有什麼味 應該有下味精 但很輕微的味道 嗯 因為重味精的湯 你喝得出來的 對 也不錯 喝到它有點鮮甜 玻璃魷魚通菜 看上去已經知道是辣辣的 它是用水油 我試菜 還有魷魚 好 我也試一下 因為我喜歡吃辣 因為我又很喜歡辣味 你知道我喜歡吃辣的 馬拉盞的那種辣味 馬拉盞的那種辣味 有點像沙茶醬 加蝦醬 加辣醬 那種味道 油魚很爽 挺辣的 挺辣的 很辣的 很棒 其實這個水油 是用乾的油 然後再浸泡出來 如果處理得不好 水油就沒有咬口 這個處理得好 很爽 加上辣醬 很醒胃 很棒 還有通菜油脆 這個 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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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豆泡 有薩蛋 魚蛋 有蝦 烘菜 魚片 兩塊的,油麵加米粉 所以叫針針,我記得了 對,我記得了 經常都忘記了 東南亞很流行的,油麵加米粉 油麵太濃,米粉也比較軟 但湯底很棒 湯有一點像白咖喱味道 而且很重的椰奶味 先嘗嘗,你有吃魚蛋嗎 沒有,先吃魚蛋 我喜歡吃魚蛋 你先嘗嘗 太濃了 但湯底很美味 但麵不要煮得那麼軟 其實很美味 魚片和魚蛋都很爽 但我覺得魚蛋比較好吃 是嗎?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魚蛋 有點鮮甜味 而且很爽 魚蛋不是主角,而是配角 但配角很好吃 蝦還不錯,但蝦籤有鶴 又不能進去 是嗎?魚汁 先嘗嘗魚片 魚片也好吃嗎? 魚片很爽爽 對,但我喜歡吃魚蛋 對,魚蛋更好吃 魚蛋更加彈牙 對,更彈牙,而且魚味更重 對 相比之下,魚蛋更好吃 如果沒有魚蛋,你會覺得魚片好吃 但一有比較,比較之下就魚蛋盛出 對,沒錯 這個就是老鼠粉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叉燒,也是豆泡 灑蛋 炸蔥的碎 水油 通菜 這個是老鼠粉 這次我們都是銀針粉 嘗嘗老鼠粉 真的好像銀針粉 這跟別人針粉是一模一樣的 對,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 但為何它叫老鼠粉呢? 我不太明白 前面原來是否像老鼠 我覺得像老鼠的尾巴 對,為什麼會像老鼠 對,老鼠的尾巴也像 它的湯剛才跟蔥蔥也很相似 但這個就沒那麼辣 因為我覺得好像奶一樣 對,這個奶味比較重 沒有那麼辣 這個湯底很酷 這個湯底很酷 我覺得 還有這個香料味比較重 嗯 但如果比較喜歡蔥蔥的湯底 對,那個湯底比較好 嗯,我喜歡那個湯底 我嘗嘗叉燒 飽了一點 但銀針粉就滑滑滑 那個已經軟滑滑 對 那叉燒就正常叉燒 跟平時吃開的沒有好分別 如果我建議 我覺得是將蔥蔥的油麵和米粉 換成老鼠粉 今天整件事就很完美了 這個就是拼盆 我們看到春卷魚餅 雞翎 我嘗嘗豬肉串 我就吃這個 是不是魚餅 是呀,魚餅 我就吃這個魚餅 這個拼盆醬 挺好吃的 它應該是混了香料 類似檸檬葉 好像在去泰國吃的魚餅 我挺想的 它真的有香料 不是這樣很好 好像類似香茅 檸檬葉那種香料 它蘸這個辣汁真的很好味 你要再蘸 很好味 真的很泰國的感覺 好像在吃泰國的魚餅 真的這麼好吃?我試試一下 好吃 我挺喜歡吃 好 試試魚餅 它就不會太乾 就是有肉腿咬 是嗎 比魚蛋更好吃 有多了香料味 嗯,多了香料 嘗嘗 這個表皮炸得很香 加上它的香料味 很棒 好,就試蝦春卷 蝦春卷 好味 外皮很棒 而且它的辣醬也很好吃 辣醬好吃 辣醬好吃 辣得很清新的感覺 辣醬很好吃 跟這個蝦卷很配 辣醬 比魚餅更配 因為魚餅真的有香草味 對 它的香料在裡面 味道很濃 嗯 它吃不出辣醬味 但因為它這個蝦卷清淡一點 一配合它的辣醬 哇 都是爽的 蝦 蝦肉上的 不會梅 試試一下雞腿 剛才幾樣太好吃了 變了你覺得 比下去 比下去 平平無奇 噢,即是普通一隻雞腿 其實我們下次叫 不要叫拼盤 我們只叫魚餅和春卷 其他那些可以不吃都可以 但如果給我選擇 我比較喜歡吃魚餅 是嗎 口感很棒 我喜歡春卷多一點 是嗎 是 我喜歡吃魚餅 蝦春卷我都喜歡吃 但如果給我兩樣二選一 我喜歡魚餅多一點 OK 因為我在外面吃過的魚餅 有些很腥的 這個完全有一點腥味 有一點腥味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吃它 因為我外面吃過的魚餅 幾間了 我不說哪間 真是腥味 真是腥味 我一咬一口 就回來了 這個就是豬手飯 還有看到很多配料 有花生 類似鹹酸菜的食材 還有一碗飯 先試一下豬手 它是很冷的 很多骨頭 很冷的 老水味 外皮還是可以保持軟的 不會有一個軟的 還有它的老水味也很滲味 這個不錯 嚐嚐鹹酸菜 像潮州的鹹酸菜 微酸的 我最喜歡鹹酸菜 還有點甜厚 好吃 你當零食吃就好吃 試試試這個 超爽的檸檬水 你試試看是否爽不爽 剛剛吃完雞的 剛剛看完雞的 看他試試看是否爽 看他的樣子 多爽脆 我喝這個檸檬意米水 他也有很多意米的 你看很多 整杯都是 我初時以為會有幾粒 因為我在外面喝的意米水 他只有幾粒 他真的有很多意米的 他應該是很爽的 他應該是加了少許薄荷 所以你會喝清涼一點 真的爽的 薄荷檸檬茶 薄荷味很輕微 尤其是做一些檸檬汁 然後加一個 馬上很新鮮 對 降到油膩感 我總結一下 來到這裡有什麼 我推薦是必吃的 第一件我推薦是雞飯 雞皮很爽滑 雞肉也不會塗 對 你來這裡一定要叫雞 對 是挺有雞味的 雞肉 而且它的油膩很特別 不是我們平時吃的 黃薑的雞油膩 它是有一點點香料味 而且它的質感很像糯米飯 是很爽滑的 糯米飯 不是超粒 很嚼勁的 糯米飯 是不黏糯的 口感 另外第二件我推薦 就是那個 它叫玻璃魷魚通菜 它的水油處理都很好 很爽淡 它的醬應該是馬拉盞 也挺辣的 吸收了醬汁的味 我覺得很好吃 另外就是蝦春卷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吃的 吃的時候要蘸辣醬 因為蝦本身的味道 是清淡的 沒有香料在裡面 加上它的辣醬 就完全突出到蝦味 很棒 女兒呢 女兒有什麼推薦味 這個 芥蘭 因為我不吃這麼厚的牛油 但我剛才一來到 我就覺得 這麼厲害 怎麼吃 然後我試一口 嘩 它的味道真是很有驚喜 它連上裡面的甜甜的 是芥蘭醬 咬到夠牛油 還有夠牛油 是很軟的 很軟的 融合在一起 它是融的 就是融的 不是我 想像中的 很厚 很難吃 不是很好吃 融的 入口融化的 不覺得漏的 對 完全不覺得 而且我喜歡吃 拼盤的魚餅 魚餅真的很好吃 因為一定要蘸這個 對 我想稱讚它們的辣醬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它的拼盤的醬很好吃 還有蝦春卷 很好吃 因為裡面的蝦 有夠彈硬 而且它很脆 不會軟軟軟的 炸 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吃 玻璃魷魚湯菜 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它的辣汁 因為混合了魷魚和蔬菜 很入味 很入味 每一口吃下去 那種辣味 在喉嚨 嘩 想噴火出來 會當 對 但我很喜歡吃辣 所以我感覺到那種辣味 很棒 但我喜歡吃它的魚蛋 夠彈硬 對 夠彈硬 它的湯底也很棒 湯底我喜歡 爸爸的主角 雞飯 飯真的很好吃 女兒也喜歡叫雞 其實我喜歡吃雞 其實我喜歡吃雞 我覺得它的飯真的很好吃 因為很煙韌 因為我挺喜歡吃糯米的 糯米的那種煙韌感 我就是這麼多 豬手我不說 因為我不吃豬 對 很麻煩 很麻煩 怎樣 這個女兒很麻煩 如果你們想混合她 那你要接受到她的麻煩 又喜歡銷售東西 我是喜歡Happy Sharing 爹爹爹 爹爹爹今天生日 大家跟爹爹講生日快樂 越吃越 grooved 以及越生活越健康 還有收市高小 別多粉絲 其實我很低落 我不想給別人真不知我生日 但生日代表我老一歲 甚麼甚麼 甚麼青下一歲 你真是不懂幹话 你猜猜有多小 猜不猜猜 你喜不喜歡這個 這個可以 先噴出來 這個是羊枝甘露 羊枝甘露很棒 這個這麼熱辣 吃這些 我唱過 1 2 3 公眾場是這樣尷尬 我不覺得是什麼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不尷尬就別人尷尬 我不尷尬 他不尷尬就變成我尷尬 他很生猛 又不害羞 一向不害羞 我幫他 在籌備 開他自己的頻道 你知道我的頻道名字是什麼嗎 挺合襯我的 稍微 幫他開他的頻道 太狹狹跳 嘗嘗這個 羊枝甘露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 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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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